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那国会什么时候解散 全国大选什么时候举行 随着首相伊斯曼沙比利 昨天结束美国纽约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官方后回国呢 今天巫统举行的三大会议 可以说是备受关注 首先登场的是巫统五巨头会议 那五巨头之一的巫统老二卡丽诺丁 在今天下午三点半 在面子书上传了一张五巨头开会的照片 大约半一个小时之后 巫统宣传主任沙里尔·寒丹也发布照片 指政治局的会议在进行当中 那照片中可以看到除了五巨头之外 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 总裁政东姑·安南 妇女组主席诺莱尼等等多名领袖呢 都有出席会议 而如无意外 现在这个时候就大概晚上八点呢 巫统也召开了最高理事会会议 巫统在一天里头召开了三场马拉松式会议 那外界都在关心 今天的会议有没有讨论 什么时候举行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呢 星报叫早之前就访问五巨头之一的 穆哈·穆哈山 问他说整个会议讨论了一些什么 但他三肩其口 只是说这次开会跟平常一样 讨论当前的议题跟党务而已 而巫统首秘书阿末马斯兰子表示 巫统是经常开会的 因此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会议内容都告诉所有人 不过网络媒体透视大马则引述一名国阵领袖的消息指出 说今晚举行的这个巫统最高理事会呢 将会决定解散国会和举行大选的日期 消息人士还指出 国会呢将会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解散 然后在一个月之后就会举行大选 而向来主张尽快举行大选的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今早又在社交媒体发文 继续施压 要求马上举行大选 他表示就算国会解散啊 看守首相依然还是巫统的人 那如果大选遇上水灾 他们依然有权力和能力去处理跟应付水灾 他还借机酸一下在野党 说他们反对年尾举行大选呢 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力跟能力去应对水灾 而新动党主席林冠英则发文告 提醒首相伊斯麦·沙比里 不要忘记自己真正的老板是谁 是全国三千两百万名人民才对 他强调 沙比里必须把人民的利益 福祉福利安全跟保障呢 放在巫统的政治利益之上 他认为沙比里作为首相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违反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的命令 宣布明年才举行大选 那这样人民才会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leancies chociażby过来 inentale 其中文不 Forever 玉 Nun TIN 请小心